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凱莉 千太太聚設一期CCL 補158.12點 按週跌0.46% 年底7週 創34週新低之餘 繼續沉底 今天我們很高興 除了繼續有師生在 亦邀請到香港工程師學會上任會長 布國明先生和我們一起聊聊 兩位你們好 早前香港在一個星期內接連經歷十號風球和黑色暴雨 令多個地區出現水浸 山泥傾瀉等情況 部份潛建問題更加浮出了水面 遭遇了極端的天氣後 香港的樓宇安全會否有甚麼影響 隨著地球暖化 極端的天氣都會越來越頻繁 市民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應對 我相信全球暖化超級颱風 黑雨 未來的頻率會增加 我們也看到早前有暴雨 香港有些地方水浸 有些地方山泥傾瀉 市民需要在這方面提供警覺 安全儀式風險管理是需要的 但我亦希望在這裏跟大家說 我們亦不需要太擔心 經攻資料等 因為香港本身已經在城市設計 在防洪、斜坡、海岸工程 和樓宇的設計都已經是國際標準 所以在這方面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我們需要管理 在說這些問題如何處理前 我們一定要認識問題 認識一個就是風險 甚麼是風險管理 有兩個概念一定要跟大家說 第一 這個世界是不會有零風險 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處理所有的風險 但我們坐在錄音室裏面 我要說得很誇張一點 我們永遠都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被殞石撞 我們全部都沒有了 但我們怎樣去排除 這個後果是可以很嚴重 但它的機率是很低很低 我們亦沒有一個很實在的方法 可以防止被殞石撞 所以武林風險這件事大家要認識 我們永遠是做任何東西最低 減到風險最低 在可行情況下 第二個概念就是社會資源一定有限 我們做所有的基建或防洪斜坡 我們都要做一個合理的可行情況下 因為社會不可能把所有資源放在一個地方 或是防止最極端的情況出現 在這張圖片上我想借風險管理來介紹一下 假設我們收集到100年的雨量情況 在這張圖片上看到 基本上大部分是10年出現一次 有些是50年出現一次 有些可能是20年 但零零丁丁的有一支是零射高 高很多 所以我們社會做基建的時候 做設計標準 我們是否要拿最高的來做 不是 因為那支可能是500年才出現一次 我沒有理由做這件事 所以設計標準通常在大部分情況下 都可以處理到 我們就是拿那個來做設計標準 這就是100年的資料 假設再多些 基於全球暖化 我們拿了130年的資料 看到近這幾十年 因為全球暖化的現象 風力強了 雨水大了 因為大氣的能量多了 所以你看到近這幾十年 是雨量高了 所以因應這件事 社會工程師政府部門 是要因應這個現象 對設計標準做一個檢討 要時刻檢討 所以就會有一個新的設計標準出現 在過往這幾年 在排雄、海港工程、斜坡方面 都在這方面提升了設計標準 我們那些排雄設計標準 斜坡安全標準 都已經檢討了 提升了 面對新的現象 當日9月7日、9月8日 黑色雨 當時那個雨量真的大得很厲害 那個在香港一個小時 試過158毫米 這是未試過的 24小時之內 這張圖 9月7日 大姑娘沙田 香港島 很高的雨量 24小時之內 超過300毫米 400毫米 9月8日 香港島 超過400毫米 500毫米 我們一年 香港的雨量是2400毫米 即是說那一天之內 在那個地方 是落了當時 如果以紀錄來計 差不多六分一的雨量 這是一個從來未見過的情況 都超過2008年那次的雨量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出現一個水浸 有些地方水浸 這是不出奇的 剛才我說的 在我們住的地方 是否安全 我講幾個 斜坡、排雄、海鋼工程和樓園 在斜坡方面 可能大家都記得 1972年618年 那些更厲害 當時大家都記得 就是雞寮、秀茂萍 我住在那裡 都有去幫忙 當年山梨傾社是140多人 在今天來說 1972年之後 政府在1977年 成立了土力工程處 之後有幾個方面 處理斜坡安全 跟著這幾十年 我們的斜坡安全紀錄是相當良好 在哪幾個方面 有斜坡安全的策略在香港 首先是新的發展 帶來的風險是減低 即是監管新的斜坡設計 新的樓園 如果有斜坡 我們要新的斜坡 一定要達到國際標準 第二是針對現有的斜坡 人造斜坡、天然斜坡 都要做這個處理 當時已經有了 所以第二個策略 就是大約政府每年有150個斜坡 做維修鞏 對於100個私人屋苑的斜坡 都篩選出來做研究 看看他安不安全 如果覺得他不安全 政府就會向那些業主發通告 叫他去跟進 維修 亦都是每年 對30幅天然斜坡 做研究和加股 因此在第二個策略 就是把現有的斜坡風險減低 第三個策略就是 永遠我們不可能防止所有的 因為剛才說沒有零風險 不可能防止所有的斜坡的出現 山泥驚蛇 好像今次那樣 五百年一遇的暴雨 出現有些地方山泥驚蛇 但當他出現的時候 就要將他的影響 傷亡財產減到最低 這方面要靠事先 將一些在山腳 危險斜坡下面的人搬走 例如一些寮屋那些 以前很多寮屋 大家都認識很多寮屋 適時要發放一些山泥驚蛇的預警 大家有時都聽到 山泥驚蛇警告 在這些情況下大家要遠離斜坡 要避開 亦要提升應變能力 例如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有颱風 這些紅雨、黑雨的時候 渠務署、路政署、土地工程署等等 都已經是24小時 有人站立 隨機應變 隨時出動要去處理 當然也要教育公眾 大家的公眾意識提高 要好好維修你的斜坡 遠離斜坡 如果看到斜坡有危險情況 要通告 我們這個表可以看到 1972年618雨災 當時的雨量一小時都是100毫米 當日24小時都是200毫米 那次的山泥驚蛇死了140人 2008年6月7日 當時的雨量一小時是超過140毫米 當日每日24小時是300毫米 那次都有地方山泥驚蛇 我想大家記得 北大嶼山快速公路一邊浸了 我們都不能坐車去機場 只可以靠機鐵 那次死了兩個人 但今次2023年9月8日 我們一小時最高雨量是158毫米 剛才說最高24小時超過600毫米 有190宗山泥驚蛇 但我們是沒有人死亡 雖然有一些山泥驚蛇 其實一兩天之後都已經是正確的 主要那些 這張圖片可以看到 過往這麼多十年 由1950年開始 1970多年 你看到很多山泥驚蛇的情況出現死亡 因為那時有很多木屋區 在山邊建木屋 但接著大幅改善 1977年土力工程駐成 之後用了剛才我講的幾個策略 即香港 你看到死亡事故已經大幅下降了 第二方面講排虹 下雨 水由山水面流下來 下到市區 下面那裏便會有機會浸 所以其中一件事我們怎樣處理 就是起了一些叫做山腰 還有一些叫做雨水排放隧道 將那些雨水在山腰折去 在另一個地方排出來 變成山下面的水便會少些 即流到山下面的水 除了這個雨水排放隧道折了雨水之外 我們還會在市區下面建一些地下蓄洪池 儲起雨水 下大雨的時候儲起它 下雨後便排回它出海 另外下面會做一些叫做河道改善工程 改善一些排水系統 這些主要三招是處理排虹 香港我們有四條雨水排放隧道 你看到在香港島 在山腰折在數碼港排出去 荃灣收大布山的水 在油金頭排出去 麗芝閣也有四個 印圖看到在公園泳池下 香港有四個地下蓄洪池 在大坑東有十萬立方米 好像六十個泳池那麼多 排馬地下也有 這種圖表可以看到 香港的水浸黑點 七十年代、九十年代 大家經常都聽到 在北區下雨也有水浸 即是元朗北區 很多時候也有水浸 薄寮等等 但隨著政府做這些改善排虹的措施 那些水浸黑點已經大幅下降 去到2003年看到只有幾個 當然遇到一些超超的暴雨 好像上次有地方出現水浸 這些也是無可避免 當然我們要吸取那裏的經驗 在那裏看看如何再做一些改善措施 今次在和大仙 好像柴灣那裏 會較為嚴重一點 接下來就說海邊 大家可能住在海邊的朋友 在山竹、天甲都受到影響 隨著全球暖化 海邊的風險是會大了 如何改善保護這件事 有四個方向可以做 第一 首先在岸邊可以做一些加建擋浪場 提高或加建 第一就是在海邊做一個擋浪場 可能是半米或一米 因為不能蓋得太高 太高就遮蓋了人的視線 第二就是在岸邊的地方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加建一些固定或可拆射的擋水設施 等一下有些圖片可以看到 第三就是在住戶自己本身的屋裡 門口或停車場的門口 做一些擋水設施 最後一個第四方向就是管理措施 因為我們沒有可能防止所有的風險 第四方面就是配合第二、第三 就是一些預警系統 你看到全世界都有這些 即是發放一些訊息 譬如說甚至撤離 香港應該不需要 大澳那裡我不敢說 大澳的確是一個很低的地方 一會兒看到圖片大澳已經改善了 這個就是在海岸邊 將軍路、利獄門等地方做了一些擋浪場 擋著海水大浪的時候湧進來 在岸裡做擋水設施 就像在圖片裡看到 這個就是在杏花村 做了擋浪場 右手邊這張是一個可拆射式 即是有需要的時候才裝上去 平時是一些支援在牆邊 下面這張圖 你看到橙色的圖片 這個不是香港的 下雨的時候 他用這些沖水式擋水設施 沖了水就會漲起 可以擋到水 這張圖片你看到大澳 大澳本身是一個固定的擋浪場 但上面也可以加建一個可拆射式的擋水板 即是預計很大雨 潮水會很高的時候 他就加建這些擋水板 所以你看到這張圖片 外面的水位是很高的 但擋著 保障到海水不會湧入內陸 這裡看到住戶本身可以做擋水板 可以做一些透明的玻璃 金鮮的技術 玻璃都可以頂到 這裡有一個小短片 看到未來香港可能有些停車場 可能需要考慮這件事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他自動升起 或是控制他升起的擋水板 擋住停車場的入口 即是令到水不會河河河 電梯也需要保護 因為電梯裏面有很多機電 水浸了就會壞 所以這些升降的板 亦都可以擋到水流入屋裏面 或者電梯槽裏面 所以這個亦都可以保護到 最後就是流雨 其實香港在流雨、屋雨的安全方面 標準是國際級的 一向我們有一些風力的搜查 工程師根據搜查來設計 香港的流雨是頂得順的 超級颱風 我理解屋雨處有一個技術專家小組 包括很多我們的學會 香港建築師學會 工程師學會等等的專家 在技術專家小組裏面 檢視香港的Wing Code 看到確認我們香港的Wing Code 可以頂得順IPCC 即聯合國政府的氣候變化委員會 有一個叫AR6 即第六號報告書 所預計我們世紀末會有什麼情況 看到這個全球暖化的挑戰 香港的Wing Code 可以完全照顧到 而香港流雨設計在防風方面 設計已經在流雨安全性 流雨擺動 包括住客的感覺 都需要照顧 大家多時會擔心玻璃幕牆會不會爆玻璃 我們玻璃幕牆會做一些特別大的 設計標準 如果特別大的 是要做一些風的測試 真的找風吹 一些超高或不規則形狀的樓 我們要做一些風吹測試 所以要確保安全 所以市民需要關注這件事 但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香港在這方面已經是國際標準 我想市民可以放心 但安全意識也要不時提升 特別是一些我們經常說 業主有窄 因為很多屋苑有自己管理一些設施 特別是斜坡 所以業主需要好好管理自己的物業 一些比較高層、臨海的單位 剛剛也有說 一些超大的落地大玻璃窗 其實都是一些優質單位的買點 但經歷過一些極端的天氣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原來這些單位 其實都有些危機 剛剛提到太高層 有機會可能會暈樓浪 又或者是臨海當風的一些單位 又會怕爆玻璃 其實以後市民選樓的時候 那個考慮因素 會不會都有改變呢 其實我剛才也大致解釋過 市民不需要太擔心爆玻璃 當然近海邊的樓宇 在低窪地區 本身是低窪地區的 那個風險會大些 剛才說怕雲樓浪、爆玻璃 可能大部份市民會覺得樓應該不會移動 但我要跟市民說 所有物件在物理上受壓的時候一定會移動 好像我們現在坐在這間房間 其實樓板墮低了一點 我們不在的時候會升回一點 不過我們看不到 所以在大風情況下輕微移動 這是正常的 我自己都在30年前都住過28層高 打風的時候都見到樓是真的搖下搖下 但我們可能是工程師 知道這個物理現場 所以我自己當時都跟女兒在欣賞 放一盆水在那裡放一盆水 蠻有趣的 物理常識 所以雲樓浪可能市民不太過知道這件事 但如果知道這件事之後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剛才所說 我們香港的樓本身是很安全的 風力會不會爆玻璃 我自己幾年前做廣州大橋 那個最大的玻璃幕牆是六米乘兩米半 我們做過一個風的測試 當時吹的風力差不多300公里的時速 吹到玻璃就像波一樣漲出來 都不爆 所以市民在這方面不需要太擔心 我剛才說選樓的時候 當然是市民經過分析後 風險管理後自己選擇 但也不需要太擔心 擔不擔心有時不是理論認識 我也理論上認識 搖下比不動 搖下可以慢慢射出力 我住過一層樓 真是搖得很厲害 你住高層和他那層樓的設計 相對平扁 吃風也吃得很厲害 都會害怕 我算沒有那麼害怕 安撫老婆 我旁邊有很多人要搬去酒店 住住先去才會放生 現在新的樓 其中有些再高一點的樓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我們叫damping 即是平衡震動 就會沒有擺得那麼厲害 他除了是防風之外 也是地震時會有幫助 他自己在樓宇裏做一些 有一個面膜質質量 可以射回力 就沒有擺得那麼厲害 當然如果真的擔心這些 不要住那麼高層 住的時候沒有考慮到 他不是打風才搖 冬天季後風強的時候 他也搖 真的很個別 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安全 但舒適度 生理上有些恐懼 好像坐海盜船 每個人的感覺會不同 承擔能力會不同 所以選擇的時候 就不要選擇那麼高層 但安全性 我相信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我都相信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香港沒有試過打風吹嵐樓 應該不會 整個屋頂揭去 因為剛才說 全球暖化這件事 對人類來說的確是一個威脅 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和市民說 我們每一個市民都要幫忙 在這方面 怎樣可以減排 怎樣可以幫忙減排 其中一件事 我們環保技師都是說 3R、4R 大家都很熟 其實最重要的R就是reduce 我們減少使用、減少浪費 減少地球資源會消耗 減少碳排放 這是最重要的 每個人都要幫忙 但在選擇屋雨方面 我相信一些低窪地區會有安全 我相信新建的樓標準提高 建築材料都用得更好 但如玻璃 以前建的樓的玻璃可能要求沒有那麼高 或者你自己爛了換個幅 每一塊就相對小一點 因為那時打風都用膠紙貼著它 希望幫客力堅持碎了就不要… 我也覺得這件事有幫助 當然在國際間也有不同的專家有不同意見 打風時戴交叉這些 有沒有作用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做了是好的 因為你說會不會令到玻璃… 有人做過實驗 黏了這些膠紙之後 那塊玻璃頂得到撞擊的能力是高了 但更重要的是爆起的時候 不會到處飛 也可能是有幫助 是否可以好好幫助呢 不敢說 但做多部 永遠在安全方面 做多部是好過做小部 因為有時他不是吹爆你 是人家的東西撞進來 試過整塊玻璃扯了 有一段時間 那時候不是我住 有些租房子在余景灣給人家 一場風吹 整個玻璃窗扯走了 這就是他的玻璃窗 安裝 所以我們也說一件事 市民或業主需要認識到樓宇定期維修 窗也是定期檢查、定期維修 這個重要性 我理解政府也要10年 窗要驗一次 剛才師先生說的 他應該是膠貼得不好 有些是扯了玻璃 有些是整個連窗框一起扯 所以就是要定期維修 因為在這些情況下 是會有這樣的風險 如果維修得不好 在這些樓宇斜坡 我們都是呼籲市民樓宇好 自己的斜坡好 業主是有責任去管理 聘請專業人士去定期檢查 就好像我們做身體 每年驗身 每年驗身就令你放心 總比出事的時候 會有刑事和民事的責任 現在有些舊的大廈 連業主立案發團都無法成立 各自為徵又合不到錢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因為今年六七八月 都試過很多石屎跌下來 石屎為什麼跌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如果是一個維修得好的樓宇來說 鐵在裡面的石屎包脫 是可以很多十年都無事 但很多時候往往是一些潛建 或者是一些人裝修的時候 做得不好 令到它有機會滑水 一滑水 一滑水進去 石屎就… 鋼筋生壽 膨脹爆 爆就跌下來 跌下來是一個風險 就是訂賭人 訂死人 是一個刑事民事責任 所以我們都是鼓勵業主 真的要對自己的樓宇好好管理維修 對於這些三毛大廈 大家都很清楚 他們根本… 我又不敢用有心無力這個字 但他們是會有困難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覺得政府是… 有些可能及早重建就好過在這裡拖 市區重建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社會在這方面應該對於市區重建 是多些支持 多些支持就是令到市區重建的速度可以快些 即是降低重建收購的門檻 這是一個很近來開始討論的問題 以前為何我們弄了一個七年樓宇收的那個 這方面社會都應該要討論一下 令到市區重建的速度可以快些 因為這些三毛大廈 真的靠業主去做 可能再等幾年都不行 所以我們學會就說… 業主有些年紀大了 退休金就花了七七八八 他都沒有能力再做 有些業主你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說政府可能在這方面 需要可能是… 對於一些最關鍵的那些 安全已經構成了對社會有風險 就幫他搞一搞 將那些最危險的去清理 但是都應該要提那些業主自己 都要承擔責任在業主上 但是現實有些業主無能為力 對於那些三毛大廈那些 政府可能都需要去看一看 怎樣幫忙 多謝兩位的分享 今天中秋節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們下次樓市事件再見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請問你